大模型AI人工智能 这些玄乎的词最近热得很 可咱们手上的电脑真的有啥变化吗 轰轰烈烈的AI革命 难道只是跟机器人变着方式聊天吗 都说这技术有潜力 可它离咱们的生活到底还有多远 5月底我去台北参加了英特尔技术展 除了参加发布会和讲座 我还抓着技术专家们问了不少这方面的问题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小妹请坐 我是林一 6月我会就着AI个人电脑 这个咱们都关心的行业大靠 去各家科技公司走走看看 今天咱们就先把视角锁定英特尔 看看这家老牌新面大厂的解题思路 这次英特尔技术展的主题 是发布全新一代移动处理器Lunar Lake 而AI在整个活动期间自然也很格外的抢眼 在开场发布会上 英特尔直接抛出了对Lunar Lake的高度定位 说它就将会是AI个人电脑的变革之作 但说出来并不等于做出来 到底是不是真的变革还得落回到产品本身 不过有一说一 这回英特尔移动平台的升级 也真撑得上是改头换面 Lunar Lake这次硬件架构上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也加入了笔记本内存焊死阵影 把内存塞到了处理器里面 这样做的好处咱们之前聊过 首先就是内存读取效率大幅度提高 CPU GPU NPU这些计算单元 跟内存隔着一层主板跨幅聊天 跟直接挨在同一块芯片里嘴对嘴讲话 那效率肯定是天差地别 特别是GPU NPU这些非常吃存储读写速度的 并且计算模块 现在亲密贴贴之后 看起来就跟正儿八经独立显卡的构造越来越像 差不多真的能把内存当显存用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要顶着巨大的性能损耗 这样一来 今天最少也要吃掉大几个G存储的AI大模型 之前他们的本地运行卡着的显存效率观 也就给过掉了 当然解决掉存储AI加速最大的短板只是第一环 Lunar Lake在CPU GPU NPU这些计算核心上 也是狠狠加料 GPU算力扩到了1.5倍 主打低功耗AI计算的NPU 更是把加速单元从上代的两个猛拉到6个 从一个小模块标到现在面积直逼GPU 算力直接翻到4倍以上 足以见得英特尔这回是真的要来搞大事情 而且它也不是只顾着推性能 前面说把内存焊进芯片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能显著的降低计算核心 存取数据的物理层功耗 再配上台积电的N3B支撑 按英特尔的说法 一套组合权下来 Lunar Lake整块芯片的功耗下降了足足40% 大跨一步坚定的转向了笔记本超长待机路线 这就也给高消耗的AI应用流出了电量空间 说不定能有一天 就真的能人人有一个24小时待命的智能助力了 虽然这事看起来可能还比较遥远 但也能看到英特尔已经在持续构建自己的AI软件生态 目前针对酷雷Ultra芯片优化的模型 已经超过了500种 对Pytoros Onyx这些主流AI框架的优化支持 也都在稳步推进 另外这次跟着Lunar Lake 还专门发布了一款面向AI开发者的小主机 值得一提的一个小亮点是它的处理器未来还能升级 后面会不会发展出一个真的可以持续运行在自己笔记本上的现实版贾威斯 在接下来给出了更多细节的技术讲座里 我逐渐把英特尔针对这个问题的思路给梳理了出来 先说结论 就是英特尔更关注大模型小型化之后 在笔记本上的实际落地 首先从算力基础上来看 前面咱们提过 GPU部分在换用了全新的X12 GPU之后 算力大幅提高到了上代的1.5倍 而NPU算力更是直接翻到了上一代的4倍以上 落到实际使用场景上 运行同样的AI生图程序 GPU的图像生存时间 从上代13.3秒 缩减到了Lunar Lake这代的6.3秒 砍了一半 而NPU的生存时间 则是从22.1秒 直接压到了5.8秒 一波达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 这么大幅度的提升 给AI模型落地打下了基础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的点在于 NPU里面存取数据的相关单元的性能 都扩增了2到4倍 这里我会后上去请教了一下 它针对的是大语言模型落地的一个关键问题 手字符问题 这个问题指的就是从你问题发过去 到大模型开始回复这之间的延迟 提高NPU的算力 只能加快AI从第一个字符出来之后 连续往下输出的速度 但在生成第一个字符之前 AI需要把整个问题全以数字化的形式 存进NPU的换存力 所以AI给出第一个字符的反应时间 只有通过提高存储性能才能解决 英特尔注意到了这个非常关乎体验的细节问题 并且在硬件级别做了针对性的优化 逐渐对大语言模型实际应用的重视 接下来在讲座之后的闭门会交流中 我更进一步了解到了这种重视 也是有明确的方向性的 因为之前我在上代Meteor那个平台上 做过针对酷睿奥兽的AI运开发 发现Pytos模型在运行的时候 编译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我将这次的分享嘉宾 汤皮特森问了这个问题 想了解英特尔在软件生态布局方面的思路 他首先说英特尔对各类开源框架都非常重视 也把英特尔在AI方面的许多软件技术积累 分享给了社区 但他也很坦诚的说 英特尔目前更多的把重心 放在了Onux这类应用框架上 他分享了他自己的观点 就是他觉得个人用户端最需要的 还是能实际落地的应用 从这个角度出发 最后交给用户使用的 一定是速度快体积小耗电量低的小模型 虽然现在的小模型能力还不行 但就像硬件行业的摩尔定律那样 今天一个充电头的算力 都比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的指引计算机还要猛 那方形VR的大模型可能也会重现类似的过程 所以他会觉得 英特尔把重心放在Onux这类专精模型 加速优化的框架上是比较正确的 未来当小模型技术取得突破 已经做好适配的硬件 就可以迅速变成开发者们 落地AI应用产品的目标平台 所以他认为英特尔与PiTorce 正在进行的协作也非常重要 但出于对小模型的期待 英特尔选择给AI开发机 搭配了32G内存的Lunar类的平台 就是因为无论是AI的开发还是应用 都一定是围绕着小模型来进行的 他眼中AI应用的最终形态 就是一个计算速度快 功耗又低 有条件全天在电脑后台待命 随时想要用户需求的真正的智能助力 而眼下英特尔要做的 就是把硬件产品先推出去 把硬件生态先搭好 等待那个量变到质变的时刻出现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林逸 接下来我还会接着跑科技公司 咱们一起看看针对AI个人电脑 这个大问题的更多独到视角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